上帝的天窗 上帝的心灵的每次触动 为您疲惫的心 找一个可以安歇的家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里是由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 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 触动的心灵 我是您的朋友春雨 非常高兴我们能够相会在这里 一同来分享上帝的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欢迎光临到触动的心灵节目中 主持人春雨在这里向您问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 在我们周围有着形形色色的人 我相信在你的周围也是如此 你每一天或许观察着他们 也或许承受着他们给你的喜怒哀乐 有的人的心胸比较宽广 和这样的人相处在一起 你也会觉得宽广 有一些人气量比较小 心胸比较狭窄 和这样的人相处 你会觉得比较累 而且还要特别地小心谨慎 那么一个人的心胸 究竟是怎样被铸造成宽广的呢 有的人可能天生就是乐天派 心里面不装事情 心大的很 但这是心大 真正的心胸的宽广 它是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造就 才能形成的 一个在乐天 在心大的人 碰到了一些事情 也不见得不计较 那么 人的心胸究竟怎样 才能变得宽广呢 我相信 今天圣经会告诉我们答案 圣经中有一节经文的意思 是这样的 上帝说 当我们经过很多的试炼 和磨难以后 它就使我们 比精精更可贵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心胸是被痛苦和委屈 称大的 不知道你怎样来看这句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些自然界的现象 当沙利进入到磅的体内 磅会觉得不舒服 而又无法把沙利排出来 好在这磅不怨天尤人 而是逐渐地 用体内的营养 把沙利包裹起来 后来 这个沙利就变成了 美丽的珍珠 还有像 吸血的蝙蝠 钉在野马脚上吸血 野马觉得很不舒服 但又无法把他赶走 于是就暴躁地狂奔 不少野马 就被这样活活地折磨而死了 然而 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却发现 吸血蝙蝠所吸的 这个血液量很少 根本就不足以让野马死去 野马的死因 就是暴怒和狂奔 这里有一个启示给我们 就是人生不如意的事 常有八九 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 不妨多想一想 棒和野马 我们为什么 不能够像棒那样 设法适应 利用自己无法改变的环境 以棒的度量 去包容一切不如意的境遇呢 并且使它被我们所用呢 而且 还能够将不利的因素 变成自己最最宝贵的品格呢 千万不要像野马那样 一不如意 就暴跳如雷 这样 只能够自食苦果 亲爱的听众朋友 不知道此时此刻 你人生的心胸和格局 又是怎样的呢 虽然杀力 让棒很不舒服 然而 这样的经历 却使它揭出了 宝贵的珍珠 今天我们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 像棒那样 去适应逆境 并且 因着痛苦和委屈 反而让自己成长得 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强健呢 生命 并不是因着顺境而精彩 反而因着逆境 才更加的 有分量 并且揭出 那宝贵的品格呢 一个人的心胸 格局 以及品格 都是需要被铸造的 在种种的磨练中 甚至苦难中 你有没有接出 那宝贵的珍珠呢 还是像野马那样 碰到一点点的不舒服 就特别的焦躁不安 甚至暴跳如雷 使自己损失的更多呢 在圣经中 上帝告诉我们说 有的时候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 我们当时不明白 但是事后 上帝必定 让我们明白 原来 那么多的逆境 以及所有的不如意 都是用来铸造 我们的品格的 今天 在你品格的建设中 可能有很多的工作 需要做成 因为 你是一块完食 必须事先 加以切磋 琢磨 然后才配在 上帝的垫中 占有合适的位置 如果上帝 要用锤 将你品格上的毛病 缺点消除掉 直到你预备妥当 好充当那 为你安排的位置 你千万不要抱怨 或者觉得惊奇 这种工作 人类无法完成 只有上帝 才能成就 可以放心的一件事 那就是 他绝不至于做 无效的击打 他所做的 每一次打击 都是本乎爱 全是为了 你永恒的好处 和幸福 他知道你的毛病 并做工 要予以复原 而不是破坏 这位神圣的宫师 天父上帝 很少用功夫 在无价值的材料上 只有那宝贵的 珍贵的 他才按建造 宫殿的样式 来打磨 除掉那些 粗糙的棱角 过程是严厉 而艰难的 主先把多余的 外表割去 再把宝石 紧贴着 打磨的轮盘上 将一切粗糙的 部分磨平 然后 主就拿着 这块宝石 对着亮光 要看到上面 反映出 他自己的形象来 他才认定 这一块宝石 是值得放在 他的藏宝盒里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 我们不要 被逆境 所压倒 相反 要让这一切 成为铸造我们心胸 和人生格局的 一个操练 成功者说 让自己停止烦躁 学会适应 一切逆境 因为逆境 是成功的阶梯 痛苦和委屈 是人生 最宝贵的经历 一个人的心胸 和格局 也都是被 痛苦和委屈 给称大的 人生 有很多时候 需要的 不仅仅是执着 也需要 回眸一笑的 洒脱 我要 倾斜歌唱 大声炫耀 万全之声 万世之望 你有公义 你有良善 你陪陪众 你陪得送账 你陪得送账 又让星辰 又让星辰 在夜空灿热 你是神 你用全能 托住宇宙和万有 你心思和智慧 无法折腾 你微容在万国之上 你的能力在穷藏 去目观看 宇宙万象 不得不惊叹 我要清醒歌唱 大声炫耀 万中之声 万世之望 你有公义 你有良善 你陪得送账 是你早晚 无可冲几雷 是你早晚 无可冲几雷 有点适应 季节和年岁 有点适应 季节和年岁 给你把错 从开出 旧立定 给你的爱 等孤旧显明 你是神 你在云处 为我和全面掌控 所长神的誓言 在你手中 一生都在你手中 一年兵于此 爱无凶 恨不必趁你伤痛 有你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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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能重拥 我要光顾赞美 感恩歌手 你的慈爱 你的宽厚 你的恩典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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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生能重拥 我要光顾赞美 感恩歌手 你的慈爱 你的幻梦 你的恩典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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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是当你献上你的爱心时 你完完全全是真诚的 没有一点点功利色彩的 献上你的爱心的时候 对方的反应 并不是理解和感谢 反而是一种戒备 一种猜测 这个时候 你的心里又做何感想呢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心灵故事叫做 当爱心遭遇寒流 有一位姐妹告诉我们 她经历了这样一件事 她说 我还记得那天下班的时候 下起了雨 幸好 在我的办公室有备用伞 不用担心淋雨的尴尬了 正好是下班的时间 我打着伞 离开了公司回家 走了没有多远 就见到前面 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年轻女子 没有雨伞的遮盖 冒着雨 行走在湿漉漉的大街上 看上去挺艰难的 我也是做母亲的人 知道在雨中带着孩子的艰难 于是 心中就生出了怜悯 赶紧走上几步靠近她 并且将伞举了过去 雨点打在了伞面上 她扭过头看着我 什么也没说 我也什么都不说 我用微笑招呼她 但是 她接下来的一个动作 却让我感到寒一席人 只见 她腾出了一只手 将斜胯的包 从靠近我的左侧 挪向了右边 在她的眼神里 透露着明显的警惕和戒备 哎呀 我当时就在想了 她将我当成了 不怀好意的贼来防着了 没想到 我主动地向她释放善意 以及我的爱心 却遭遇到 这样的误解和羞辱 当时 有几句老话 总是跳出来讥笑我 像 好心没有好报 自讨没趣 自取其辱等等 在软弱中 我也不由地生出了 一些不快和失落的感觉 但是 我忽然想起了圣经的话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感谢主 当我心灵软弱的时候 甚至当魔鬼攻击我的时候 主的圣灵 让这些金句感动了我 坚固了我 我反复地在心中默默地在说着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计算人的恶 凡是包容 这样 心中的委屈和不快 也就随之消失了 我微笑依旧 解释着说道 我怕你和孩子淋了雨得病呢 送你一程吧 停了一下又问 你去哪里呢 但是对方戒备依旧 只回了我两个字 前面 我想 这个时候 还是只做不说为妥 我打着伞 默默地陪她朝前面走 前面 刚好是一趟公交车的终点站 这个女子 依旧是面无表情地 挤出了两个字 到了 然后抱着孩子上了车 我站在车下 想对她挥挥手 打个招呼再离去 可是 直到车启动的时候 她也没有将脸转向车外 对着我这边 这件事情 对我的触动也很大 当今的社会 人与人之间多的是戒备 敌意和冷漠 而爱 信任和理解 却成了一种奢侈品 媒体的宣传 好像也是相应的 不要与陌生人说话 防人之心 一日不可缺等等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 负面新闻 给人的心理暗示就是 处处有小人 时时有骗局 坏人无处不在 结果就是 但凡出现了一种善举 随之而来的 就是质疑 就是警戒 爱心 遭遇寒流 似乎已经成为了 社会的一种常态 这样一种令人 寒心的现象 应该归于信仰的缺失 作为基督徒 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 我们应当做的 就是横切祷告 广传福音 这实在是 紧迫之极的事情 当越来越多的罪人 归向天上的父 当每个基督徒 都遵从上帝的话语 发光作言 我们就会为这个 黑暗冷漠的世界 带来光明与温暖 从而 能够把从上帝尔来的爱 传递给更多 缺乏爱的心灵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有没有遇到过 爱心遭遇寒流的时候呢? 当爱心遭遇寒流 我们不应该灰心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知道 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我们所做的一切 不是做给人 而是做给主的 甚至不是做给主的 而是要彰显出 主耶稣的爱 就在我们的生命里 这份爱 不妥回报 如果你也曾经 自己的爱心 遭遇过寒流 那么 亲爱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们 求主来加添给我们力量和信心 让我们 即使在爱心遭遇寒流的时候 仍然能够献出我们的爱心 将这样的温暖和荣耀 归给主 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里 上帝让我每日和他亲近 经历他的同在 借着每日灵修 他使我走出了生命的低谷 一次又一次地 使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生命 和喜乐的泉源 上帝借着每日灵修 来证明他的同在 看顾和关怀 使我与他建立起 更加亲密的关系 要享有健康的树林光景 就需要每日与主同行 请您与我一同进入 每日灵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现在是每日灵修的时间 欢迎你和春雨 一起来到这样一个 亲近上帝话语的时间当中 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经文 是圣经诗篇四十篇一节的经文 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 他垂听我的呼求 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叫做 等候 亲爱的听众朋友 在等候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容易吗 会焦躁不安吗 很多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感受 那就是 等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比如我们在超市排队 等待结账 在交通阻塞的时候 在车内干等着 在候诊室 等候护士叫号 我们一面等 一面看手表 打哈欠 甚至烦躁地皱眉头 但是还有 另外一种层次的等待 例如 等待一封迟迟没有来的信 等待叛逆的孩子回头 等待配偶变好 我们等待 可以有自己的小孩子 等待我们的梦想 能够成真 在圣经诗篇的四十篇中 大卫说 我曾耐心等候 耶和华 他垂听我的呼求 这一段圣经的原文是写 大卫等候 等候 又等候 等候上帝回应祷告 然而 当他回首这一段 漫长的 等候岁月的时候 他开始赞美上帝 因为上帝使他 口唱新歌 并把赞美的灵 放在他心中 有一位基督徒 看到这个诗篇就说到 好一个关于等候上帝的 美丽诗篇 等候上帝的奇妙之处 就在于他能够激发出 人潜在的最好性情 等候 等候是一种磨练 让我们培养更沉稳的美德 就是顺服 谦卑 耐心 喜乐的坚忍 坚持不懈 而这些 都是需要时间的提炼 不断地磨 才能养成的美德 当上帝 似乎没有让我们 梦想成真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不必担心 上帝的大能 会扶持帮助我们 让我们因着爱他 信靠他 而能够以喜乐的心 等候他的回应 并且 在等候中 上帝帮我们提炼 出各样的美德 使我们在等候中 看到他的美意 称颂他的名 当你焦急的时候 烦躁不安的时候 不要忘记 等待上帝 绝非虚度光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话题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什么样的触动 感想 或者是其他的建议 意见 以及美好的经验 和见证 在这里 我是非常的欢迎您 能够来信 与我联系 在我们这里 有一些资料 是可以免费的 赠送给您的 除此之外 还有免费的 圣经函授课程 要道入门 以及与健康 有关的资料 如果您需要 可以来信 或者上网索取 来信请记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 71030号 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 春是春天的春 雨是雨水的雨 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 请寄我的电子邮箱 我的电子邮箱是 C H U N Y 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 接下来是小老鼠 V O H C 点 C N 非常的欢迎您 能够来信 或者是发电邮 和我联系 可以说一说 你听过节目之后的 一些感受 或者是索取 您所需要的资料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期触动的心灵节目 到这里 就要和您 说再见了 非常的感谢 您的收听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 愿上帝 赐福您 和您的全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